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Postgres SQL的数据库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操作多个表 什么意思 咱们以前做的这个Select文 咱们就是从一个表中取数据 对不对 比如说咱们在业务过程中 需要从多个表中取数据 凑齐之后给咱们返回回来 咱们还要用一条Select几句进行完成 该怎么做 就会用到操作多个表 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好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这么一个表结合查询的基础知识 好咱们看看今天的例子 是这样 因为咱们要操作多个表 所以我想今天咱们先把 咱们以前所用过的数据库清空 咱们重新加些数据 加什么数据 咱们看 我先新增加两个表 首先说我增加用户表 咱们把数据库都清空 基础上咱们重新来 从您开始 我加个用户表 我再加一个推特表 然后用户表里面有个ID 这记载着每个用户唯一的标识 对不对 OK 然后推特表里面 也有自己的ID 同时还有一个user ID 这个user ID 和user表里面的ID 进行外关联 什么意思 比如说 我在user表里面 追加了几个信息 咱就拿第一个来说吧 我追加了一个库里 这个库里的ID 等于1 对不对 OK 那么咱们再看一下 这个推特表 推特表里面的 这个user ID 这个字段 等于1的 所有的推特的发言 都是库里的发言 不知道这么说 大家能不能明白 为什么 因为这个表的user ID 和user表什么ID 进行一一关联 那么这个user表里 ID为1的数据 在这里面的对应 就是user ID 为1的数据 也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库里 现在是user表里面的 1号的球员 那么在这里面 找到所有user ID 这个字段 唯一的这些数据 这些数据的 就是库里的发言 没关系 一会咱们看例子 实际运行一下 就能够明白 好 那咱们看一下 咱们如何执行 这些个数据 首先 今天我准备 先把咱们以前的数据库 清掉 DropDB 没问题吧 以前咱们学过 第二期 第三期 咱们学过这个 然后咱们再重新 建立一个新的数据库 然后咱们把刚刚的 这些个数据表 包括这个数据 导进去 怎么导 用这个杠爱的命令 导进去 然后咱们先slag看一下 咱们当前 是不是数据导进去了 用这个slag的新 fromuser slag新 from推特表 咱们看 数据都导进去了 然后咱们干什么 我想取出 所有这些个球员 他们的推特的发言 该怎么做 首先说 球员的名称在哪 球员的名称在user表里面 球员的姓名 在user表里面 对不对 然后呢 球员的发言在哪 球员的发言在推特表里面 对不对 这两个不同的表 咱们要把这两个不同表里面 数据同时抽出来 该怎么做 就这么做 select user表里面的球员的姓名 然后呢 推特表里 球员的发言 然后呢 from from是从嘛 从user表 逗号 推特表里面取 该怎么取 大家注意看 我有威尔文 让 让 注意看 让user表里面的id 等于推特表里面的userid 这就是外关联 把 用这一行语句呢 把这两个表的id 进行关联起来 那么他就认为 推特表里面的userid 等于user表里面id 推特表的id 比如说像这个 推特表里面id的1 1 就等于user表里面的这个id 他们就是外连接了嘛 对不对 这样的话呢 咱们通过这一行语句 就能够取出哪个球员 做了哪些个发言 一会咱们会看到结果 有朋友说 你这个语 xkl语句太长了 能不能简单点 咱看下面这个 给表呢 起个别名 就简单 同样的处理呢 确实缩短了 十来个字符啊 怎么缩短的 看啊 select的时候 我这from表明的时候 有个i字 u 推特表 i字t 把这么长的表明 缩短成一个字母 没问题吧 然后咱们在做 维尔文的时候 用u点 u就是这个user嘛 对吧 user表嘛 用u点id等于t点userid t就是这个推特表嘛 前面也是 在select字段时候呢 也是加上 简短的缩列明的 u点player t点content 就能够取出 确实是这个 加别名好些啊 一般工作中 确实是还真的 就加别名 因为咱们设计表的时候 表的名称会很长 因为它是有逻辑意义的 有物理意义的 或者说有这个 业务意义的 但是咱们在写select的时候 你帮帮帮你写上 这一个表明 就用二三十个字符 不合适 对吧 所以咱们给起一个 简短的别名呢 也是经常常用啊 推荐给您 非常常用 接下来 这样 首先说 这行命是取出 所有的求员的 所有的发言 比如说我只想取库里的 这怎么取 咱们知道库里的ID 等于1吗 对不对 那么咱们就这样取啊 S条跟刚才是完全一样 只不过说 在后面再加上一个 and 用户表里ID 等于1的 那条记录 有朋友说 我不知道ID怎么办 那没关系 就用户表里的player 名字等于库里 这个地方写 名字等于库里 也是一样啊 就能够抽出 仅仅库里的发言 好不好 好 那咱们马上试一下 今天可能这个操作 内容有点多 可能课程会议有点长啊 咱们马上实验 首先说 我dropdb 删除我的 coma blog 没问题吧 然后create db 再建回来 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要清空税库里面 所有的信息 然后psql 进入coma blog 等会我先别进了 稍等啊 我忘了一个重要事 我这个文件还没编辑呢 稍等啊 建一个renewsql文件 然后呢 把我事先给您拷贝的 制作这个sql 咱们考进去 没问题吧 存盘退出 然后咱们psql sql 进入coma blog 没问题 杠爱 执行一下renew 咱们先别执行renew了 咱们先打 我写个 大家请看 现在是没有任何的表嘛 对吧 现在没有问题啊 现在执行杠 杠在哪了 杠爱 然后renew.sql 回车 大家请看 键表插数据 键表插数据 没问题吧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 稍等 这不是这个是dt 应该是 对不起我敲错了 不是dt是dt 大家请看 现在数据库中有两个表 一个是用户表 一个是推特表 没有问题吧 OK 然后呢 属于owner 属于postgres 其实这个 今后我想再开点这个 关于安全权限问题 因为说 这个postgres这个用户 是数据库中的超级管理员 都不是管理员 是超级管理员 所以说 咱们要在业务过程中 不要说 用这个超级管理员的用户的权限 来键表 增删插改 不要 咱们应该是再键一些 其他的角色 然后呢 在那个角色的基础上呢 赋予 它仅仅需要的权限 键表啊 删数据啊 插数据啊 等等 增加咱们税口的安全性啊 那是今后的可题咯 好 那么咱们插入完之后 该干什么 先检索 看一下里面数据啊 我先看一下优则表里面 我是不是都插进来了 没问题 对吧 六条数据 接下来 再看一下推特表里面 每个人的发言 大家注意看 推特表里面 有一个自己的ID 这是 一直递增一吗 这个不管 这是优则ID 这个记载着 每个球员自己的发言 这个ID呢 和优则表里面ID 一一对应 这刚才已经给您解释过 很多遍了 好 那咱们试试啊 我要抽出 每个球员 他自己的推特发言 看谁最唠叨啊 就这行语句 刚才给您讲过 试一下 够 大家请看 说话了 库里说 今天又是大胜 克莱打得真好 克莱打得真好 克莱现在处于巅峰期 哈登说 今晚我有得60分 哈登今年打的是MVP级别 阿渡说 获胜咱不怕 缺谁谁尴尬 说得很好啊 阿詹说 明年我也可能转会西部 这不大可能 申规说 我都双二支加了 怎么球队就是不胜呢 数据刷子啊 库里又说 明年听说 有条大鱼要来 是谁啊 咱们猜一下是谁啊 这样就是说 大家请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言 对不对 这样的话 因为而且 这个数据可不是在一个标里 它是多个标里 咱们通过表连接 同时取到两个表数据 非常的方便 对不对 好 接下来 咱们缩短一下 SQL文 再执行一下 也是没有问题 肯定的 只剩下是把这个SQL的 长度缩短 起了表别名 好 接下来 咱们看这条 直取库里 该怎么做 Use ID等于1 大家请看 现在只有是 库里里两个说话 说的两句话 对不对 非常方便 这是表连接 在业务开放中 非常非常胜 百分之百会用到 所以说 这个细节 您一定要掌握 表连接 外表连接 好 以上就是今天 我给您分 分享的所有的内容 不知道您听完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然后 今天我的代码 和以前一样 会放到开源中国的服务器 我的视频 会传到YouTube YouCOO的公司观看 推荐您的使用YouTube 进行观看 今后我也有可能 见B站的一些账号 现在还在考虑当中 好吧 那么咱们今后的视频 再见吧 拜拜 拜拜